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 也都有他的缺点 如果我们能够看每个人的优点 这个世界人人都是好人 你要是看缺点 那恐怕佛菩萨都不是好人 可见的好丑也在一念之间 欧耶大师讲得很清楚 静面无好丑 好丑起于心 你懂得这个原理原则 你就能转进进 祝佛菩萨 祝天善善 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他们的境界 越转越好 凡夫不了解这个道理 专看别人的缺点 专说别人的坏话 所以环境越转越烈 生活是越来越困苦 这些事实都摆在我们眼前 你要懂得和这几句话的时候 永远保持 专看对方的好处 专记对方的优点 对方的不好缺点 统统不要放在心上 忘得干干净净 你的夫妻在白头偕老 一辈子和爱 就这么一年之间 就错在这一年 这讲关系最密切的 把这个方法用在你一家 家庭美满 用在社会 社会和谐 用在国家 国家团结 用在世界 世界和平 这是道理 菩萨看一切众生 都是菩萨 善心看一切众生 都是善人 都是善知识 换句话说 卧心 卧意 看佛菩萨 也不是好人 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 确确实实 今遂心转 而不是心遂静转 心遂静转 很糟糕 迷惑到底了 那种转变 越转 每一况愈下 修行人 随着自己 修行的功力 随着自己的境界 不断地往上提升 我见到一个坏人 想一想 我不会想他的坏 我想 我有没有那种坏习气 有 要改 没有呢 要勉励自己 有则改之 无则加明 看到不善的事 也否如此 所以他对我有好处 他是我的一面镜子 自己看自己的故事 看不到 太难 太难了 人家是我们一面镜子 他是善 做的好事 我们要跟他学习 我要有 我保持 我没有跟他学习 看到他做的不对 我反省 我有没有他的样故事 有要改 没有呢 希望自己 不要犯他的样故事 两个对我都好啊 都是我的好老师啊 所以我增进他 我会供养他 道理在此地 一切众生 本来是福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 智慧得相 这是什么 为什么没看出来 看的全是别人的一些确定 是有确定 但是我们看确定的时候 要原谅他 不要去猜怪他 不要放在心上 不要去批评 为什么 他没有受过 神仙教育 神仙教育 在我们这个社会 已经丢掉好多袋了 疏忽了有两百年 你怎么能猜怪他 今天干什么坏事 都是正常的 他要不干坏事 他是圣人在来的 是菩萨在来的 他不是圣人 不是菩萨 那他干这个事 就是正常 要懂这个道理 互相称赞就红目了 必须要知道 任何人都有长处 有我们做不到的 你能从这方面想 你那个恭敬心就生起来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担任 你看人家的长处 每一个人都值得我尊敬 你要看人家短处 自己供告我慢性就生起来 所以慧能大使教人 若真你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他所见到的 世间人 各个都有长处 离近祝福的心 游然而生 只见自己的过时 所以他烦恼 他能够分分断 这才能做到真经 这个世间人 哪个人是善人 是我人 你用善心对待他 没有一个人不是善人 人人都是好人 你烦恼起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是我人 没有一个好人 这就是佛经上常讲的 尽随心转 你自己要会转境界 你才会有快乐 所以快乐烦恼 都是你自己心里变的 你天天看别人的故事 天天看别人的麻烦 心不清净 要聊生死出三界 要想修学法门功夫得烈 总而言之 你的心要清净 你心不清净 怎么能成净 佛这一句话 点破了 我们天天看别人的毛病 天天说别人的是非 也看这两句 恍然大悟 真的 没错 所以我们修行 要想功夫得烈 从哪里修起 从今天起 我不看人家的毛病 我也不说别人是非 这个事是非 有什么事